王头发怎么回事呢 我找人收拾他了 那么不老实 你有什么事 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 我就要等魏国平来 你找他干什么 我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跟他说什么呢 说他找人打我这事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把你是谁都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是他找人打的你呢 打我的人让我搬家 除了他还有谁能干这事 让你搬家 什么理由呢 他肯定觉得我骚扰他妹妹了 那你有没有骚扰他妹妹啊 我没有 请你不要冤枉我 我没说你有 我不是得调查清楚吗 他没有骚扰我 我可以保证 我哥不会对你做这种事 你要觉得我住这儿对你有营销 我可以搬走 下次再来啊 你们的蛋糕 谢谢老板 咖啡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行 你怎么来了 小郭弄杯咖啡 坐 你怎么来了 王德发怎么回事呢 我找人收拾他了 那么不老实 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跟我说 谁让你去找他呢 还动手 那肯定是他们几个枪去了 打两下没事 枪去了也不能动手啊 什么叫打两下没事 我妹妹的事 你别猜我 我自己能解决 你怎么解决啊 你能打他还是能骂他呀 我至少能把我妹妹搬我那儿住去 搬你那儿住 你那么点儿的地儿 你们俩怎么住 我可以上别的宿舍去啊 那谁照顾他呀 行行行你别管 别管 这样搬我那儿去啊 行行行 我再给他找个保姆 我说真的 别折腾了 不是 不折腾 都一家人 臭老头 来 坐吧 谢谢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有人投诉 这个事情呢是 是这样啊 不要解释了 你这个人呢 做事不太守规矩 但太出格的事儿 还不至于 你那个朋友倪小雨 来过了 主动为你澄清 她是不是 是完全出于跟你妹妹的关系 她去找老王的爸的麻烦 这事儿你完全不知情 是个不错的姑娘 可惜 您放心 我会协调好这个 家里和单位的事儿 我 不给你想梦做 我能放那儿 不会让人再去做工作 就算她实在不愿意搬走 起码走到 井水不犯河水 谢谢 你好 我再走 你好 好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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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